江河水是在二胡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虽然它原来是一首双管的独奏曲 但是一直到二胡上演奏的时候呢 在全国广泛流传 我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 除了发挥二胡酷似人生的特点以外 也借鉴了一些双管演奏当中的一些音色 加了一些打音模仿双管的音色 都加了一些打音 那么这样的一种新的音色 运用到二胡的这首乐曲当中呢 跟二胡本色的这种缠绵的 富有人声个性的这种音色 结合起来运用 又既有对比 那么又发挥了二胡的长处 同时也借鉴了双管的一些特点 好 下面我就从头开始讲讲这首乐曲 那么影子是一个散板 应该说是描写了一个 似乎是乌云密布 在江边滔滔江水在奔流的这样一种 给人心里一种很压抑情绪的这样一个景色 那么也许是因为人的心情的关系 可能会觉得天是那样的暗 是那样的音 江水是那样的凶猛 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 每一个音都要演奏的不同 那么大家可以先听一下 江水是那样的凶猛 大家可能看到了 首先我讲左手 有的音是不加柔弦的 那么有的音是 由慢渐快的柔弦 也有的音是由快 最后渐慢的柔弦 那么作为右手的运弓 有从弱到强 从强到弱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在运弓的过程当中 有力度变化 比方说像这一句 随着这旋律的 这种甩枪的进行 那么我们在右手运弓当中 要去帮着左手 给它一种力度的变化 去把这种旋律进行的个性 表现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通过弓速的变化 那么通过加速 给弦加了压力 那么使这个音量加大 再配合起左手来 就是有这种音乐的感觉 慢的 快了以后又慢 像这个音 就是不要音头的 那么好像 在擦弦的时候 一根一根马尾 加多的这样去贴弦 那么它就有一种 由弱到强 这样的一种音色 和力度的感觉 那么第一段 应该说是 一种哭诉的情绪 像人在讲话 那么我们可以充分地 发挥二胡 酷似人生的特点 那么把这段弦力 演奏的缠绵 悲痛 那么同时 我也在演奏当中 借鉴了 在语言当中的 像我们 叹气 这样的一种 特点 运用到 二胡演奏的运功当中 比方说 从音色的实到虚 从强到弱 这两个带有装饰音的 同样的音 就好像是 人在叹息一样 所以在运功当中 它的重音 不是在音头 而是在比音头晚的地方 同时又有渐弱 音色还有变化 那么在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好像是 一种无词歌一般的 哼鸣 就显得非常深沉 那么在弦力进行当中 也可以加一些力度的变化 大家值得注意的是 那么在演奏强力度的时候 一个是 要运功的幅度大 还要注意的是 给弦的压力摩擦力要加大 就好像很有劲的 弓张满了一样 那么在力度弱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运功的幅度 不要太大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中国音乐当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就是一种 当我们弱奏的时候 右手是弱的 左手是强的 我所说的左手是强的 是指柔弦的幅度 它的音乐的张力 那么右手是 又是断开的 大家看到 我的左手没有停 右手是断的 左手是连的 那么就有一种 这个声段 气味段 像中国音乐当中 所追求的那种 此时无声 圣有声的这种 音乐美学上的 追求的感觉 那么 在这同一段当中 也有的旋律是重复的 那么像在开头 像这个 这一句 在后来的时候 也又重复一次 大家可以稍微作为 变化的处理 那么像这个装饰音 可以用快的处理办法 那么在后一段 可以用慢的 表现这种 无可奈何 而前面的 表现一种 一种情绪的宣泄 一种激昂的东西 那么大家还要注意的 这首乐曲当中 就是柔弦 它的柔弦 跟普通的二弧的柔弦 有所变化 有的时候是抠弦 有的时候是压弦 有的时候是柔弦 手指 是有一些压弦的 它的运动的 立的方向是这样的 那平常我们的柔弦 是有上下的运动的方向 那么在抠弦和压弦的时候 是横向的运动 演奏拳的感觉 就是像手心抓 找到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比较轻松的 能够掌握这种 技法的感觉了 那么在第一段 我们选择了 是酷似人生的 这样的音色 比较深沉 比较黯淡的音色 讲述一种苦难 那么在第二段的时候 是一种对比的音色 第一段是哭诉 第二段就好像是一种回忆 那么通常在演奏当中 选用一种遥远而明亮的 虚幻的音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前一个段落结束的 尾音时候充分的渐弱 那么音色也变化了 那么在下一段起的时候 顺着这种感觉 这种力度的感觉 音色的感觉就可以了 第一句是音乐的起伏很小 好像人已经悲痛的 已经呆了 突然下意识地想起了过去 想起了过去跟丈夫一起的日子 一起的生活 那么在第二句的时候 我选用了管子 双管的音色 同时音乐的幅度有所加大 力度有所加大 那么在第三次出现的时候 我又回到了通常二弧所用的音色 和音乐 第一开始的感觉 大家注意 这个第八度的空弦的出现 就好像从回忆当中回到了现实 回到了现实当中的无奈和悲痛 那么情绪就像暴风雨前的这种寂静一样 连接起来 回到第三段 在线的这种控诉一样的激愤的情绪当中 第二句 加了管子的音色 注意下面这几个音要演奏得非常平稳 非常矮板 就好像这个人的情绪 要到极限的时候那种平静 那么才能对比出来下一段的这种 暴风雨般的这种情绪的宣泄 这种奔腾 平稳 平稳 柔弦很吗 注意力度变化 由弱到强 柔弦幅度也在加 大家可以听到同样的旋律 那么这一段的时候 一个是运功的幅度要大了 那么力度也加强了 那么左手的柔弦也要更加的去帮助旋律 去给他这种情绪的宣泄 这种润色 那么在结尾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又回到像前一段像亨鸣一样的这种背景下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感觉 注意这个地方是第三次出现这样的旋律 所以我最后采用了一种模仿双管的这种音头的音色 但是在滑音当中又充分发挥了二弧这种滑音的这种特长 优优独播剧场上 大家要注意 在结尾的时候 这段旋律是在第一段出现过的 那么在这段旋律演奏的过程当中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种亨鸣的感觉 有一种客观的这种跳出这种情绪 回到了一种好像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但是实际上任何事情都看在眼前的这种心理状态下 那么可能这种悲痛给你的震撼呢 可能会更大一些 那么在最后的几个音的柔弦处理当中 我也采用了一种带有音高的变化 带有柔弦的频率的变化 速度的变化 幅度的变化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不柔 这个在柔弦过程当中 我的手指稍微向上移动 那么音高就变得低了 就好像人在叹气 那么情绪的一种下落的感觉 那么在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我的柔弦除了在速度的变化 加快了 再变缓慢了 有一种结束感觉以外呢 同时我的手刻意的去压弦 使这个音高有所变化 像高运动了一些 就好像人在哭泣当中的一种强烈的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千古的故事呢 就这样讲述完了